- 交通部航港局北部航务中心7月25日凯米台风豪雨导致苏花铁公路中断,启动苏花交通备源机制海巡署第一巡防区指挥不统合调度,辖内按海能量配合书运检查作业起始任务,让民众平安返家。 - 交通部航港局北部航务中心因应苏花交通备源机制,协调新台马轮投入苏澳港往返花莲港输运任务,北部分属第一巡防区调度第一案巡队,全力配合交通部航港局支援输运期间人车检查作业。 截至本28日8时50分第一案巡队出动勤务能量共计6车20人自总计协助输运52车386人,海巡署第一宜兰巡防区指挥部表示,此次凯米台风造成宜兰至花莲监公路及铁路中断,海巡人依然坚守岗位随时应变,与投入各类状况因处急灾后救援期盼各项灾后复原工作,能够尽早恢复使民众安心并且回归正常生活。 若民众在沿海地区或海上遇有紧急危难事请务必拨打海巡报案专线,海巡署将立即前往协助。